第281章 魁门密室 小说 忤逆坟天 作者 风橘子 左锋一脸懊恼地看着魂针 心中还是有些许不甘 若是说原本他对于这尸魁兴趣并没有多浓的话 但是在真正与其战斗过之后 左锋已经彻底了解到了尸魁的好处 他自然希望这具尸魁能为自己所用 哎 看来也就只能将这两个家伙回去 不过还真的是有些可惜了 左锋这样说着就不禁叹息地摇了摇头 左锋此时正低着头 所以并没有看到逆风此时正笑看着自己 远处正在痛苦挣扎的青年 却是清楚地听到了左锋的话 随后发出了一声大吼 就翻身做起拔腿向着远处逃去 他现在的样子十分恐怖 脸色苍白看不到一点人色 脸上满布着鲜红的血液 步伐也是有些亮强 但依旧奋力地向前跑去 左锋尝尝出了一口气 就迈步向着青年追去 可是他的身影才动 就见到原本已经像着死雾一般的尸魁 也再次动了起来 这让左锋不禁立刻有些错愕望去 同时身体也跟着紧绷起来 做出防御姿态 他对于尸魁并不了解 所以信息也就是偶然看到的那篇大陆一文 和逆风之前的判断而已 此刻他理所当然地认为 尸魁是向着自己发动攻击 左锋已经准备好 应接下尸魁的一击 然后就去全力追杀魁灵门的青年 可是尸魁的举动 却再次出乎左锋的意料 而是身形晃动了一下后 就快速向后暴退 速度上竟然比他原本全力前冲 还要快上一些 魁灵门的青年正在全力奔逃 听到身后风声响起 下意识地偏头向后关桥 可入眼的情景让他险些再次跌倒 只见尸魁以非常快的速度向着自己冲来 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转过身来 青年原本准备开口求饶 可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得不知所措 惊恐地大喊道 这不可 他的话音还没有落下 那尸魁就已经从他身边冲过 身体扭动迅速旋转起来 同时出脚甩在青年的身体上 这一脚的力量控制得非常适中 不然在尸魁的距离下 这青年恐怕会当场毙命 青年人勉强抬起前臂护在身前 手臂刚刚举起那一脚 就踢了过来 尸魁身体坚实如同金铁打造般 在踢中青年的瞬间 就将其双臂折断 接着 青年的身体就向后倒飞而去 直接落在了一脸惊恶的左锋面前 直到此刻 左锋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目光也随即落在了尸魁的头顶处 此时的小兽逆风正双双 抱肩笑看着自己 看到这一幕 左锋就算再傻 也猜得出是逆风在操控着尸魁 但是眼下哪里还有闲情去理会逆风 故意戏耍自己 赶忙开口说道 你可以控制着尸魁 难道这尸魁 还是可以利用的 逆风得意地点了点头 一边控制着尸魁 慢慢走回来 一边悠闲地说道 原本在拔掉魂针的时候 我还不太肯定 不过刚才和你聊天的那段时间 我一直动用精神力与其沟通 发觉这尸魁的脑海中 竟然还存有他生前的精神力 现在看来 只要精神力足够 就依然可以控制这具尸魁 左锋现在的心情欢喜至极 有了这么一具尸魁 那么自己 就等于平添了一位脆精出气的帮手 以后遇到生死险境 也能有个强悍的肉盾 如此妙是左锋哪里还会再和逆锋计较对方戏耍自己 见左锋还要开口询问 逆锋也是摇了摇头说道 我知道的也不比你多多少 不过那小子 我还留着他一口气 有什么 你不如直接向他询问更好一些 左锋这才想起 眼前就有一个能帮他解答全部问题的人 微微一笑 就低头向着脚边看去 此时那魁灵门青年 早就没有追来时的嚣张气焰 身体的疼痛让他那苍白的面容都变得扭曲 可一双眼睛却是惊恐地瞪着左锋 你 你不要妄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讯息 还有你最好立刻将我放走 那诗魁也必须归还我 不然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左锋狠狠一巴掌扇在脸上 左锋好像在看待傻瓜一般地瞧着对方 说道 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 我不介意让你切身体会一下 不过我的时间也确实有限 所以我希望你还是聪明点 也免得浪费我们彼此的时间 青年人看着面前这十五六岁的少年 那不带一丝感情的冷漠眼神 就忍不住浑身传来一阵的冰冷 犹豫了一下后说道 我是魁灵门的中阶弟子 我的名字叫 废话就不要说了 我没有兴趣知道你的名字 说说这诗魁 左锋冷冷地将其话语打断 这种霸道的询问方式让青年有些措手不及 他原本还想借着东拉西扯拖延时间 可是现在看来对方根本就不给自己任何机会 咬了咬牙 那青年开口道 这诗魁是我们门主亲自炼制 也只有他才懂得炼制诗魁的方法 我们这些弟子都是从小被魁灵门收养 我们修习的功法也是专门为了掌控施魁而修炼 还有 还有 见到那青年有些犹豫 知道说下去可能会涉及魁灵门的隐秘 左锋冷冷一笑道 看来你现在的记性不太好 不然我帮你唤醒一下记忆吧 我现在对这魂真的兴趣愈发大了 左锋一边说着 就伸手向着青年脑后的预诊学摸去 听了逆风之前所说 他也知道这青年脑后应该有同样的魂针 别 别 我说 呼呼 青年人惊恐地瞪大眼睛 急忙开口阻止左锋 因为紧张喘息也变得更加急促 继续道 我可以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但是你必须答应 不可以杀我 左锋懒得听他废话 伸手再次向着对方的后脑摸去 那青年的脸上也显出了绝望之色 用略带哭腔的声音说道 我说 求你不要拔去我的魂针 这魂针也是门主所炼制 而且炼制的时候 都是成对成双的 我们这些弟子 还是幼年的时候 就会埋入一对魂针 左锋不禁眉头微皱 这诗魁的操控方式 他并不清楚 但是在哨不更事的儿童脑中 插入这样两根魂针 这魁灵门门主 看来也是那种心性阴狠之人 左锋并没有出声 而是让青年继续说下去 我们在16岁之前 若是不能达到炼鼓七一级 那么门主会直接将两枚魂针取出 而两枚魂针同时取出来的后果 就是死亡 左锋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情绪波动 他知道 一些势力之中 就是这样对待手下人的 所以当初 他对于进入任何势力 都是极为排斥的 即使没有天天和安雅的事情 他也不愿意加入夜灵帝国 或是其他势力 而像我这样在16岁前达到炼鼓七一级的人 门主会从我们脑中取出一枚魂针 并且放置在一具尸馈的身体中 藉由我们修习的功法 就可以操控尸馈了 现在左锋终于明白 之前看到的混战为何会那么诡异 原来他们那些弟子 都是像眼前这青年一样 操控着尸馈与人战斗 若是不明就里 或是不了解尸馈的弱点 就这样一名炼鼓七四级的青年 带着尸馈 都可以对付一名炼鼓后期的舞者 他也明白了 为何馈临门会在鸾城这里 占据一席之地 那青年已经开口说了 馈临门最重要的隐秘 所以也索性将一些重要的信息 一股脑的都倒了出来 左锋到现在才清楚 原来他们馈临门几乎全部出洞 在鸾城东面的这大片区域埋伏下来 为的就是鸾城拍卖会后那些货主 左锋轻轻地点了点头 同时向着那具尸馈看去 虽然他对于馈临门已经有些了解 可是炼制尸馈和魂针的方法 却只有门主知道 他就算有兴趣仔细研究 恐怕也只能是想想了 正在左锋沉思之际 那馈临门的青年却是眼神闪烁不定 他的脸庞上满是血迹 所以也很难发现 他现在的脸色 已经比之前被击伤的时候 好了许多 当青年发现 左锋陷入沉思之后 他的双目之中 猛然显现出了疯狂 青年的双臂 已经在尸馈的攻击下折断 他暗自将灵气缓缓运转到足底 在某一刻 青年人的脚掌 猛地在地面一蹬 下半身就紧跟着弹了起来 微猛无皮的一脚 运满灵力 向着左锋的后脑位置踢来 此时的逆风和尸馈 虽然距离左锋不远 但左锋和青年相距如此近 出手救援 肯定是来不及的 但是看到青年出手 逆风也只是嘴角微微勾起 露出了一丝冷笑 青年人眼看着自己的腿 距离左锋后脑不足三寸远时 他脸上也是露出猙獰的笑容 但下一刻他脸上的笑容就凝固了下来 随后变成了惊恐和痛苦的神情 顺着青年的目光向上看去 就看到青年人的那迅猛的一腿 已经被左锋轻松接下 两人如此近的距离下 青年那点小动作 早被左锋敏锐地察觉 他只是任由这青年如此而已 青年人一击未果 心下慌乱之际大声喊道 不要杀我 我是一时糊涂 求你放过我吧 我已经将知道的事情都说了 不要 青年还没有说完 就已经戛然而止 因为左锋已经闪电出手 将其后脑的那根魂针 给取了出来 就在魂针被拔出的瞬间 那青年人的生机 也随之断绝 好像他的生命 本就和魂针一直捆在一起吧 本章完 第282章 战为己有 小说 五逆焚天 作者 风橘子 左锋愣愣地瞪视着手中 那晶莹剔透的魂针 这魂针和手中 那已经被逆风掰断的魂针 一般无二 只是手中 这刚刚抽出的魂针上面 还有着淡淡精神力波动 这种感觉可以说是玄妙异常 因为在魂针 被抽离青年脑后预诊穴的时候 仿佛将青年的整个精神 一同抽离了出来 如此诡异的事情 左锋上还是首次见到 但想想 这笔冯一针大不了太多的东西 竟然能够操控那具尸魁 这种怪异的现象 也就可以理解了 左锋犹豫了一下 再次伸手去查探那青年 与之前杀死的舞者不同 他的脑海中 没有任何的精神力存留 犹豫了一下 左锋就试着 将手中的魂针再次插入青年的脑中 那青年竟然诡异地瞪大了双眼 只是那眼神空洞 如同死人一般 口鼻之内也没有了像活人一样的呼吸 左锋试着将手按在对方的头部 调动念力覆盖而去 突然之间 那念力通过魂针 毫无阻碍地 直接进入到了对方的脑海之中 左锋心中猛地一紧 自从在天平山脉内部 受魂发生变异之后 这样的事情 几乎再没有发生过 脆不及防之下 左锋差点就要 将念力直接收回来 不过很快 左锋就发现了 自己的念力 并没有流逝 或是被吞噬的情况 自己依然能够清楚地感知到 释放出去的念力 这同自己以前念力探查时的感觉 极为相似 感觉应该对自己没有任何伤害 左锋这才将双目缓缓闭上 仔细感觉 念力 在对方脑中的变化 因为还在尝试阶段 左锋送出的念力 并不是很多 只有一缕念力 在对方的脑海之中四处探查 可就是这一丝念力 依然能够将青年脑中的变化 清楚地感知到 那魂针极为诡异 仿佛是青年精神力的一部分 当魂针插入对方的脑海中时 他的脑海之中 就立刻变得活跃起来 只是除了脑海之外的其他所有地方 都死气沉沉 让左锋能够确定 这魁针门青年 确实已经生死 左锋能够感觉到 对方的精神力中 携带着一些残破的记忆 那些记忆如同碎片般 在脑中四处飘散 一间昏暗的房间之中 摆放着一张造型古怪的木床 一名三岁左右的男童 手脚被绑附在床的四周 一名看不清容貌的男子 站在床边 将一根魂针 狠狠插入男童的后脑 男童声嘶力竭地大喊 但是却没有任何回应 四周除了男童的嚎叫 和看不清样子的男子 粗重的呼吸 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声息 男子根本不管男童的死活 直接又将一根魂针 插入了男童的脑中 那男童终于停止了哭嚎 因为他此刻已经陷入了昏迷 画面最终也就定格在这里 左锋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男童就是眼前这名青年 那看不清容貌的男子 多半就是那位魁灵门门主 随后 左锋又在不断地探查着青年的记忆 那些残破的记忆 如同一本被撕碎了的书 左锋耐着性子 将其中的所有接触到的信息读出来 忽然青年的脑海中的记忆开始消散 有些看过的 有些是左锋没看过的 但是那些记忆 却是在不断地消亡着 如同病毒一般地 从四周向着中间传递而来 左锋不知道 这种死亡会不会伤害到自己 所以急忙将自己的念力 从对方的脑海中退了出来 当左锋再次将魂针拔出来的时候 上面的精神力 已经变得十分稀薄 不过左锋却是极为小心地 将之收入到一方幕盒之内 放进那经之中 看着在那经之中 单独放置浑针的幕盒 左锋心中忍不住一阵狂喜 这种手段 是他以前从未曾想过的 能够将对方脑中的记忆探查清楚 以后在审问之时 也会避免自己很多麻烦 不过到底对于其他舞者有多大作用 左锋也只能留待以后尝试过才知道了 将视线再次转向了那具尸馈 最后缓缓向上看去 正看到 逆风在那里随意地梳理着毛发 看到这一幕左锋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自己之前被这尸馈弄得焦头烂额 甚至都要动用炎金火雷来将二者击杀 可是却是转眼之间被逆风扭转局面 在他的印象中 逆风除了速度惊人 偶尔可以释放出兽能帮助自己外 也就是他那过人的感知力 还算过得去 但这次却多亏了这小家伙 而这逆风 现在又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好像自己只是做了什么无足轻重的事情一般 好了 好了 不要在那里故作姿态了 知道这次多亏了你出手 才能如此顺利解决 快将这尸馈的控制方法交给我 话说回来 你在控制这具尸馈的时候 我怎么感觉他的动作 比之前那青年控制时要灵活许多 左锋笑着说道 同时也想起了尸馈之前的出手 于是忍不住问道 逆风却是白了左锋一眼 说道 这次可是因为我才解决了最大的麻烦 你要是不拿出来点实惠 休想我告诉你什么信息 笑着摇了摇头 左锋也不啰嗦 直接从那经中取出了那块火灵木 从上面掰下了一块 丢向了逆风 逆风反应迅速 快速地疼越而起 在空中将那一小块火灵木抓在手中 最后稳稳地落在了左锋的肩膀上 好像吃肉干一般地 撕下一点在口中 然后把剩下的死死攥在手里 生怕左锋会夺回去一般 这才缓缓说道 其实 控制着尸馈你也是能做到的 只要精神力足够强悍 就可以操控这具尸馈 不过一般那七七以下的舞者 应该很难办得到吧 这帮家伙 修炼精神力 还是很有一套的 听闻只要精神力强大 就能够控制尸馈 左锋心中 也是 立刻露出喜色 他可是拥有念力 那是只有恋神强者才能凝聚出的无上精神力 但是左锋犹豫了一下之后就想起了什么 立刻问道 难道我不需要那魂针来控制他 逆风摇了摇头 说道 刚才那个人已经说了 必须要将两根魂针 一同在无者脑中运养 最后才能让两枚魂针达成某种联系 就算你再有一根完整的魂针 难道你愿意用自己的脑子 来运养魂针不成 这还是在你 拥有那套诡异功法的前提下 左锋听得眉头大咒 不要说这运养魂针的方式 是否有一些连那青年都不晓得的弊端 就看到那青年 因为魂针被取出 就丢掉性命 左锋又如何肯给自己埋下这么大的一个隐患 犹豫了一下 左锋就试探性地问道 听你的意思 想要操控这具尸魂 就需要始终用精神力与之沟通 那么 我要想利用这尸魂 岂不是要时刻将手按在其头顶不成 逆风毫不犹豫地说道 准确点来说 是将手按在尸魂脑后的预诊穴处 也只有那里 才能够让精神力与之沟通 这对于左锋来说 绝对算不得是什么好消息 若是每次战斗 都要腾出一只手紧贴着尸魂的脑后 不光会影响了自己的战斗 他与尸魁之间 还会成为彼此的掣肘 心中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但无论如何 这尸魁也算得上勉强能够驱使了 想到这里 左锋的双目之中 不禁微微一亮 接着就死死盯住了尖头的逆风 逆风被他这种热烈的目光 看得有些发毛 随即好像想起了什么 说道 你不要打着我的注意 你可是答应过 我让我在你怀里 吸收先祖魂能 你若是让我一直操控这尸魁 我还怎么去吸收魂能 左锋略微一想就说道 我们可以这样 没有战斗的时候 你就留在 我怀中吸取魂能 但是一旦 有战斗发生时 你就去操控 这具尸魁帮我对敌 这样总可以了吧 这个方法倒是折中 虽然逆风很不情愿操控这尸魁 但是知道 左锋已经退了一步 自己也只能同样退一步 见到逆风点头同意 左锋这才展颜一笑 接着就低头在 魁灵门青年的身上摸索起来 青年人同样有一件随身的包裹 其中除了金币和干粮等物品外 另还有一本空魁术的功法 其他的东西 倒是看不出有多重要 左锋略微思考了一下 就将这包裹 随便在纳金之中 找了个地方丢进去 然后又低头看了看青年的衣衫 这深绿色的长袍 就是魁灵门的招牌 左锋也不啰嗦 直接将其扒了下来 然后又取出炎金 将这青年的尸体 就地焚毁个一干二净 做完这些左锋还不满意 又将这里的烧尸和战斗的痕迹 处理了一番 才算完事 当左锋转回来的时候 就立刻看到了 这身材算得上有些魁梧的尸魁 带着这样一个家伙 也是很不方便 而且他必须始终腾出一只手 来操控着尸魁 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操控 会时刻不停地消耗自己的念力 看到左锋一筹莫展的模样 逆风却是立刻想到了原因 不过他此时却在一旁偷笑 左锋也终于察觉到了逆风的这个举动 狠狠白地起一眼说道 既然知道我的麻烦是什么 还不将你的办法说出来 难道以后都不想要吃火灵木了吗 逆风瞬间如同斗败了的攻击般垂下头 说道 你想带着这具尸魁 用不着非要时刻控制它 直接将其一块放在你的那经之中 不久完了吗 本章完 第283章 林中信号 小说 五逆坟天 作者 风橘子 听了逆风的话 左锋一脸地不解说道 这那经之中 不是不能存放活物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立刻止声 因为他已经想到了 这尸魁根本算不得活物 根本就是一具被人改造过的尸体 与武器没有什么区别 想到这些左锋也是自嘲地笑了笑 然后将念力覆盖在手掌处 轻轻按在了尸魁身体上 心念一动之间 这尸魁就突兀地消失了去 看着在那经之中一动不动的尸魁 左锋按下决心 能够存放这么大一具尸魁的储物器 会很容易让人联想起 自己拥有一块中平处境 所以 绝不能够在人前释放出这尸魁 那样只会给自己惹来没完没了的麻烦 左锋小心地离开了之前战斗的地方 他没有贸然 就离开这座小山 当然也不会直接向着山上攀登 之前那名魁灵门青年也曾说过 这整个鑾城东部地区 都有魁灵门的人埋伏 实力上虽然分布并不均 但是对付一般江湖人物 却是足够 左锋现在虽然有了一个帮手 但左锋也没有自大的认为 加上一具尸魁 就真的能让他对魁灵门毫无顾忌 左锋不敢离开这座山 因为之前的青年说出了片小山 用不上武力 就会进入另一支魁灵门队伍负责的范围 当然 左锋也不会选择上山 若是碰上之前那一伙人 结果也是 没有什么差别 而且 那名炼鼓七八级的魁灵门舞者 曾经见到过左锋的样子 若是左锋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 也说明他的手下被自己灭杀 那样的话 对方恐怕更加不会放过自己 左锋紧贴着山脚边不断向前移动 速度上不快也不慢 也是他能够在掌控周围的情况下 达到最快的速度 有了之前的教训 左锋也知道 那些尸魁 有可能会充当暗哨守在周围 而且这些尸魁最棘手的地方 是他们可以像死雾一样 暗抚在某处 若不是仔细观察 根本不会发现 之前左锋也是非常小心 但是还是没有感觉到 潜藏在树上的尸魁 因为没有任何气息 没有任何灵气波动 甚至连心跳都没有的潜伏 已经算得上是潜伏中的极致了 不过这次左锋也是学乖了 他在前进之时 让逆风时刻留意周围的精神波动 这些尸魁 虽然可以做到完美潜伏 但是却必须要他们的掌控者 用精神力操控 只要抓住了这个特点 也就彻底破去了这尸魁哨兵 左锋在山脚下跑出了很远 都没有发现一点动静 甚至连普通的野兽 都没有遇到半只 更不要说虫鸣鸟叫了 如此安静的气氛 让左锋感到有些压抑 他明白 这是因为 在这一大片区域之中 正在酝酿着一场阴谋 甚至此刻空气中 都能嗅到火药味 左锋原本以为 逆风根本就无法察觉到 魁灵门弟子和尸魁间联系时 那么一点点精神波动 但随后不久 逆风就有所察觉 左锋也刻意地 避开了有尸魁的地点 当左锋看到控制着尸魁的 只是一名炼鼓器二级的武者时 左锋也有些心动 想要出手 对于那魂针 左锋现在非常想要得到 他现在已经发现了 魂针的一些好处 可是 也只有那么一枚而已 若是想要仔细研究 只有那么一枚 是绝对不够的 但是逆风的话 却也将他的这个念头 彻底压了下去 逆风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在那家伙的周围不远 还有着一只尸魁潜伏 你如果进入那个范围 我可不敢保证 会不会再有其他尸魁出现 左锋虽然有自信 将这两人两室全部解决掉 但是他却不知道 这些魁灵门的人 是否有类似信炮一样的东西 若是真的有这类通讯用的物品 恐怕自己就算能够解决掉 这几个家伙 也必定会被大批敌人所纠缠 左锋虽然有些惋惜 但还是咬牙迅速离开了 这有埋伏的地方 继续向着山的南坡绕了过去 当左锋来到山脊处的时候 也变得特别的小心 因为这山脊是那种光秃秃的山凉 其他地方 自己只要小心点 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 当人站在这山脊上的时候 却是距离很远 就会被有心者发掘 好在左锋现在所处的是山脚位置 这里虽然也还是有山脊延伸下来 但是却没有山腰和山顶那么显眼 左锋动作轻盈的紧贴地面飞驰而过 几个闪月 就已经钻入了南坡的密林之中 再次返回南坡的左锋 心中不觉有些好笑 他既为自己忙碌一通 最后又回到这里 感到自己非常可笑 同时他也在嘲笑那柳姓和鱼姓舞者 这两个人若是顺利地进入鸾城 现在应该在哪个酒店之中喝酒吃肉 亦或是到那个青楼祭寨 找姑娘寻欢 可是这两个家伙 偏偏色迷心窍 在城门处 非要死追着左锋不放 这两人虽然也是有些经验的老手 但是却没有细细考虑过 以左锋当时扮成的女子 怎么可能毫无准备 就孤身一人离开鸾城 要知道 这里可是远近有名的混乱之地 没些手段 就敢孤身来这里的女子 与找死无意 可能那两个家伙 也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这一大群人 相互给彼此壮胆 同时又害怕这是个大便宜 被别人占了去 自私与贪婪 最终战胜了理智 也彻底将他们一群人 推到死神的跟前 鱼姓舞者已经生死 那柳姓舞者 就算疯狂突围 勉强带着那几个残兵败将 来到南坡 局面也不会有任何改观 他依旧 还是要独自面对那些 奎灵们的追杀 若是这柳姓舞者 侥幸从这里逃出去 等待他的 依旧还是死亡 因为这片区域 已经完全被奎灵们占据 正在左锋心中 胡思乱想之际 突然从远处隐约传来了 断断续续的喊杀 和兵器撞击声 左锋听到这个声音的同时 不禁微微一错愕 就在心中铠叹 难道又会这要巧 这才在想着 这家伙就出现了 不过他能够活到现在 并且来到南坡 也算是实力不俗了 估计应该比那于姓舞者 实力更强一些 左锋这一次 没有鲁莽地凑上前去 而是就在原地没有动 全部灵力 此时都集中在双耳处 当左锋双目 微微闭起的瞬间 远处的声音 就突然变得 没有那么杂乱起来 原本混合在一起的叫喊声 脚步声 兵器碰撞声 都开始有层次的分离开 当然这 只是在左锋的意识中而已 倒并不是说 这声音真的像衣服一样 一件件分开 这种感觉极为玄妙 左锋也不禁满心惊喜地 沉浸在这种氛围之中 同时他也在暗自猜测 逆锋那灵敏的听觉 是否听到的 就是当下我所听到的这样 原本左锋若是一直躲在北坡 也许可以暂时没事 但是一旦那些魁灵门的人 等了很久 也不见同伴回去 那就极有可能会派人过来寻找 左锋也是担心 留在那里 反而对自己不利 而且他猜测 那柳姓 武者多半在山顶时 就被拦下来杀掉了 却没想到 他们那一伙人 竟然能一直撑到这里 若是左锋没有将于姓武者杀掉 此时于姓武者等人 肯定也会被柳姓武者拖下水 虽然低阶武者将会死掉很多 但于和柳两人 倒是非常有可能生离此地 不过现在的情况 是于姓武者 和南坡的所有武者 都被左锋解决掉 柳姓武者 也避免不了隐命于此的结局 那边的战斗声音变得稀稀拉拉 显然此时正在战斗的人并不多 不过说话 和嬉笑调侃的声音 却是很多 左锋仿佛看到一幅场景 一大群深绿色长袍的武者 对着战圈中 仅剩的几人指指点点 偶尔会说出一些讥讽之言 只是将这几个人 看作冰死的野兽看待 这些左锋也都是 凭借着声音信息 再加入一些 他的想象力得到的 不过这些与事实也相差无几 此时魁灵们的一群舞者 正在细耍柳姓舞者等三人取乐 除了柳姓舞者的另外两人 已经受了致命伤 死亡只是迟早的事情 但是他们 却不能痛快地死去 因为那些魁灵们的人 正在用他们两个娱乐 施魁的巨大力量根 已经不是他们两个 受了重伤之人能够抵挡 而现在浑身重伤之下 更是被施魁向 对待小兽般玩弄 柳姓舞者看得压刺欲裂 他并不会同情 那两个 被人当作玩物对待的舞者 他只是想到 接下来将会受到 如此对待的 必然是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 从几座山头外的地方 传来一声尖锐的笛声 说是笛声 只是音色上有些相似罢了 实际上 这声音比一般的笛声 要响亮了 不知成百上千倍 那些魁灵们的舞者 在听到笛声的时候 表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之前的戏虐与嘲笑 全都不见 这笛声 好像让他们都变成了 另外一个人似的 左风却被这个笛声 搞得耳骨一阵刺痛 甚至这声音 都像是直接在 他的脑海中震荡一般 左风现在不禁想起 之前在拍卖行时发生的事情 那次也是 自己运工去偷听隔壁 贵宾间里的谈话 对方因为愤怒声音忽然转高 当时他也是 被弄得 像如今这般难受 这些事情 让左风不禁再次想起要寻 可以说 在鑾城这段时日 无论是在炼药和修为 还有其他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上 要寻都像严实般的 细心教导着自己 可是现在的情况 也容不得左风在这里继续感慨 只能将思绪 收回流星战场那边的变化 本章完 第284章 为了魂针 小说 五逆焚天 作者 风橘子 左风此时 还感到耳中 传来阵阵刺痛 脑中也还有着细微的鸣叫声 久久不散 但是他却能够判断出 笛声响起的方位 大概是东北方向 三十里到四十里的样子 用两手快速地揉了揉耳朵 随后又尝试着注意聆听起来 不过这一次 左风却是加倍小心 若是有声息稍微变大的情况出现 他都会立刻将聚在耳根的灵力 全部收回那海 远处之前探查的战场上 那里的依然还有打斗的声音传来 只是原本的戏虐和玩闹都已经没有 显然那些人在敌音之后 都变得严肃起来 这两个家伙 既然已经解决掉 那么尽快将人手召回 所有人按照原本的计划 向门主那个方向集结 若是耽误了门主的大事 我们全都休想活命 这声音 左风非常熟悉 正是之前在北坡时 见过的那名炼鼓七八级的男子 而且看样子 就在自己刚才被敌音打断的功夫 好像已经有两个人被解决掉 听战斗的声音 现在应该就只剩下一名舞者 在勉力支撑 不用去猜 也知道 必然是那柳性舞者 你们两个留下来解决掉这个家伙后 就按照原本的布置 在这南坡集合 若是有什么突发事情 就用本门音笛联络其他同门 随时等候门主的召唤 这一次说话的声音比较大 左风猜测 是同正在战斗中的 奎林门弟子吩咐的 听到这里 左风立刻又调动了不少灵力在耳内 随后就听到诸多杂乱的脚步声 渐渐远去 看来大部分人都动身离开了这处小山 而战斗依然还在进行着 左风并没有任何动作 他估计其他地方的奎林门弟子 应该也在赶去集合 只是每一片区域 还是会留下人来监视 但只要不是像之前那般 人数众多的散步在四周 他还是有信心 安然离开这里的 心中已经有数 左风倒是不急着离开 而是要再稍微等一等 若是此时离开 正巧碰上那些赶去集合的队伍 那可就是 等于是自投罗网了 左右闲来无视 左风就再次倾听起战场中的声音 相比那于信武者左风 反而对柳信武者的身法武技 更有兴趣 若是那两个奎林门的人 将之杀掉后 自己不用费力 就得到那武技 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了 可是刚刚运功收听 左风的脸上 就露出了一阵错愕的神情 不知是否 是那柳信武者 故意隐藏的实力 或者是服下了什么等阶不低的药伞 战斗的声音竟然开始缓缓移动 而且还是向着自己这个方向而来 又会这要巧 左风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实际上也并非完全巧合 左风贴着山脚 从北坡绕到了南坡 而那柳信武者 一路血战从北坡杀到南坡 自然不会再反回头来向北坡冲杀 有力气逃跑 自然也会选择 向着南坡山脚下突围 左风略微犹豫了一会儿 心中已然有了定计 随即从那经之中 将那件深绿色长袍找了出来 顺手披在身上 同时挥手之间 将那具尸魁给放了出来 做完这一切 左风也不再掩饰行藏 而是大模大样地站直了身子 做完这一切之后 左风就开口说道 别在那里装傻充呆了 该你出来干活了 左风的话音落下 逆风也不情不愿地 从左风的怀中爬了出来 同时开口说道 唉 就不该告诉你这操控尸魁的办法 这才刚刚战斗完 你又打的什么坏主意 你的听觉比我要灵灵得多 都知道了 有人正朝这边过来 我当然是要将这几个家伙 一同解决掉了 瞥了眼一脸不耐烦的逆风 左风快速地说道 躲开他们不就完了 你这家伙 是不是非要这么没事找事 少说废话 赶快去 给我操控尸魁 不要让人看出来是你在操控的 左风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他现在对于这尸魁的兴趣 反而更大了 之前从北坡绕到南坡这边一路上 他都在思考如何掌控这尸魁的方法 之后还真让他突发奇想地找到了一个窍门 但是究竟能否真的管用 也只能是试过之后才能见分晓了 但前提是他必须再弄到一枚浑针 看着逆风操控着尸魁跟在自己身边 左风也随手将长袍向上拉了拉 并且将两边的高领竖起遮住大半的脸庞 之前杀死的青年身材和左风相仿 只是个子比左风略高一些 虽然这批风左风穿上后略显宽松 但是也算勉强合用 战斗的声音已经越来越近 左风已经不用刻意去聆听 就已经能够听到战场中的对骂声 那柳姓舞者显然是陷入疯狂 一边战斗 还不忘了将魁灵门门主的祖宗八代骂了个遍 魁灵门的人也不示弱 一边战斗 还不忘记还口 听着这些哭笑不得的言语 左风不禁心中好笑 这些人都已经在生死搏杀 竟然还不忘了成口蛇之快 左风没有多说其他 而是快步向着不远处的战场赶了过去 老子就算死了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们这群赶尸的鬼家伙 你们不得好死 臭东西 竟然敢破坏了我的尸馗 就算弄死你 我们也同样不会放过你的家人 我们会将你的女人孩子都抓回门里 用各种你想不到的方法折磨他们 可以看出两方都已经打出了真火 当左风带着逆风操控的尸馗出现之时 两边的人都没有察觉到 左风看着两边杀红了眼的模样 自然不会急着加入战斗 而是暗自观察着两边的情况 之前左风都是依靠过人的听觉 判断这边战斗的情况 现在亲眼见到后 又是另一种情况 那柳姓舞者此时浑身浴血 但是不知是服用过药物 还是秘法的原因 他现在显得极为亢奋 一边奋力拼杀 一边向着山下移动 魁灵门一方有着三人 有了之前的经验 左风一眼就看到那个表情 木然疯狂攻击的尸馗 另外两人应该是魁灵门的弟子 只是现在两人都显出了疲态 就是身上看不到什么伤口 不过两人的修为都不高 只有炼谷七三级的样子 若是在平常情况下 就是四名炼谷七三级的舞者 想要对付一名炼谷七七级的舞者 都是痴人说梦一般 不过现在有了一句尸馗 战斗却是完全呈现一面倒 只见那柳姓舞者已经完全陷入被动 估计根本离不开这处小山 就会殉命于此 只是他现在依旧在顽强地抵抗 最后还是一名魁灵门的弟子 无意中看到了左风 他稍微愣了一下后 就大声喊道 你怎么还傻站在那里 没看到我们这边的情况不成 赶快过来 帮我们将这个家伙解决掉 另一名魁灵门的弟子 也发现了左风 同样高声喊话 让左风快过去帮手 听到两人的叫喊 那柳姓舞者也终于发现了 立于战圈之外的左风 他的表情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他也知道自己很难活着离开 可是在看到左风之后 也是知道再无活命的可能 左风小声嘀咕了一句 话自然是说给身边尸馗头顶的逆风听的 此时逆风正趴在尸馗的脑后 从正面根本看不到逆风的身影 逆风气呼呼地传音 哼了一声 算是告诉左风自己听到了 做完这些 左风这才向着战圈处走去 见到左风带着尸馗过来 两名魁灵门的弟子 都是露出了喜色 但是还有一人在不断出言地催促着 可是这人刚说了没道一句 就发现了有些不妥 赶忙说道 你是跟着哪一支队伍过来的 门主清传弟子之中 我们怎么没有见过你 左风表面故作镇定地笑着 说道 门主大人收的弟子如此之多 我好像也没有留意过你 那之前开口的魁灵门弟子 立刻有些警惕地说道 门主虽然收的弟子众多 但是能够最终得到尸馗的 却是不足三十人 这些人里 我对你没有一点印象 左风知道再也变不下去了 但是他也不需要再与之胡扯 因为他已经带着尸馗 来到了战圈之外 口中却是继续说道 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并不重要 先将这个家伙解决掉再说 如此说着 左风身形一晃 就向前冲去 直到此时 两名魁灵门的弟子 才猛地警觉起来 同时大喊道 你不是我们中人 你到底是谁 怎么会有我们的尸馗 之前左风缓步 向这边走来的时候 只是稍微是放出了一丝灵力 看上去也就像是 刚刚突破炼鼓器的样子 但是现在要发起进攻 左风的气息也全部释放了出来 立刻显露出了 他本身炼鼓七五级的修为 一名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年级的少年 能够拥有炼鼓七五级的修为 这种天才人物 在他们魁灵门中 根本就从未出现过 左风却是不管不顾的再次加速 朝着一名魁灵门弟子冲去 手中的黑色短刃 诡异地出现在掌中 那魁灵门弟子 立刻反应过来 指挥着尸馗 反身向着左风冲去 另一名魁灵门弟子 眼下只能全力应付柳姓 武者不让其突围逃脱 一时之间 这里就变成了三方混战的局面 左风根本没理会那句诗魁 因为此时 逆风正控制着 诗魁赢了上去 本章完 第285章 魁门弟子 小说 五逆焚天 作者 风橘子 魁灵门的两名弟子 此时都有些慌了手脚 更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 这少年竟然能够懂得操控尸馗的方法 要知道 他们这些门主清传弟子 都是自幼被门主培养 用了十几年 才初步掌握控尸的法门 就拿他们二人来说 也是到了现在二十多岁 才算是达到控尸的一般水平而已 可是现在看到左风操控的这具尸馗 动作敏捷 关节灵活不说 若是对尸馗不了解的人看到 都会认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舞者 两具尸馗的交手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烈 逆风操控着尸馗两手 如同穿花一般的 钻入对方的两手之间 同时将对面尸馗的两臂猛地夹在叶下 接着 逆风的身影快速地窜了出来 瞬间来到对面尸馗的脑后 伸手就将魂针给拔了出来 若是此刻 逆风稍微用力 那魂针将立刻被其毁掉 只是刚才动手之前 左风特别交代过 务必要将魂针完好的保存下来 所以 此时逆风只是将魂针取下 跟着就一闪身 再次回到了之前 那具尸馗的头顶 没有了尸馗的阻挡 左风如同化身成为一道深绿色的闪电 急速冲来 手起刀落 就将一名魁灵门的弟子斩杀当场 剩下的一名魁灵门弟子 吓得大惊失色 如此利落的杀人手段 在门中也只有一些脆精气的强者才能办到 哪里还敢再待下去 丢下柳姓舞者拔腿就跑 左风低声冲着旁边的逆风 小声说了句留下火口后 就转头看向了 正呆呆望着自己的柳姓舞者 那柳姓舞者 此时也终于得霞喘口气 不禁用感激的目光 看着左风说道 朋友不知是何来路 我柳原在这里先谢过你的救命之恩了 笑着摇了摇头 左风缓缓说道 先不用急着谢我 而且你之前不是一直在找我吗 听了左风的话 那柳姓舞者稍微愣了愣 这才发现眼前这少年看上去有些眼熟 再次仔细打量了片刻之后 这柳姓舞者就露出了一副震惊的模样 指着左风说道 你 你就是那个之前我们追赶的女子 认出来了 现在还要继续感谢我吗 听了左风的话 那柳姓舞者震红震白 好半天才挤出了两个字 报应 左风轻轻点了点头 说道 既然都知道是报应 那还需要我动手吗 柳姓舞者到现在才明白 为何自己从北坡一路杀到南坡 除了一些尸体之外 再没看到其他活人 现在看来 那些人多半已经死在了眼前少年的手中 只是他不明白 何以一个女子突然摇身移变成了少年 而且这少年还有如此多的手段 这少年竟然还懂得魁灵门的秘迹 最令人费解的是 这尸魁之前被放置在了何处 眼珠转了转 柳姓舞者就再次开口说道 这位小兄弟 刚刚我看你出手 也是实力不俗 眼下这魁灵门 再次要做一桩大买卖 我是经常在这一带混迹之人 若是你我二人联手 必定能够浑水摸鱼 从中取利 左风并没有急着表态 而是偏头向着远处看了一眼 此时逆风控制的尸魁 已经解决了那魁灵门弟子 正把对方像死狗一般地拖回来 看到那尸魁 只拎着对方的一条腿 任由让对方面朝下方 擦着地上的沙石走回来 左风也不禁露出了一个苦笑 这才转回头来看向柳姓舞者 他明白 逆风是懒得出手帮自己 所以才用这种方式 发泄心中的不满 但是左右自己也没打算留活口 就由得逆风在那边胡闹了 将目光投向柳姓舞者 左风带着戏虐的意味 说道 瞧你现在的情况 恐怕活下来都成问题 我跟你合作 也就是多个负担罢了 柳姓舞者赶忙解释道 小英雄有所不知 我们这些经常在外混迹之人 仇家甚是众多 所以 受伤这样的事 几乎是家常便饭 我这里带着不少上等的疗伤药 只要给我一点时间 必定能够恢复 平时七八分的实力 我的经验 再加上你能够控制失魁的手段 必定可以在这种乱局中 谋得不少好处 听到这里 左风不禁连连点头 同时低头沉吟起来 见到这一幕 那柳姓舞者表面露出喜色 但双目之中 却有着一丝狠力闪现 不过这柳姓舞者 倒是经验丰富 虽然心中包藏祸心 只是悄悄修复受伤的经脉 并未动用功法 从表面上 也看不出任何痕迹 但是下个瞬间 柳姓舞者的眼瞳就猛然收缩 一条瘦长的腿 在眼中迅速扩大 柳姓舞者 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 就被一腿正中脸上 那柳姓舞者 原本就身受重伤 在脆不及防之下 又挨了左风这一脚 三颗牙齿被打得飞出去 已经算不得是什么伤了 因为脸部骨折身上 多处伤口破裂 对她来说 才是最要命的 柳姓舞者的身体 直飞出去两丈多远 然后重重地砸在一棵树干上 震得巨树摇晃树叶 纷纷落下 紧跟着她 又被再次弹了回来 砸落在地面上 整个人如一滩烂泥般的 再也爬不起来 左风好像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 转过脸来朝着走来的 尸馗看去 同时开口道 你难道非要用这种方式 将她带过来吗 还有差不多就可以了 她要是死了 或者是嘴巴 被你这样拖废了去 我待会儿如何向她问话 逆风的小脑袋 从尸馗后面探出 一边控制着 尸馗继续走来 同时说道 你不是说 让我留活口吗 我现在给你的 肯定是活人 但是你之前可没交代 让她还得能讲话 这种明显的强词夺理 让左风也是无可奈何 走上前去 将那魁灵门弟子抓了过来 此时 原本相貌还算俊朗的青年人 已经和那边血肉模糊的 柳性舞者 没有什么区别了 甚至 这魁灵门的弟子的脸 看上去更加猙獰 伤口之中 还满布着沙力和泥土 你 你到底是谁 敢动我们魁灵门的人 你还敢拿我们的尸馗 门主 呼呼 这名魁灵门的弟子 嘴里喷着血水 断断续续地说着 左风也不知道 他是因为尸馗的攻击 还是被刚才的拖行搞成这样 不过看到对方开口 他也点了点头 没带对方 放完狠话 就开口说道 嗯嗯 还不错 能够说话就好 不过废话大可以免去了 类似的话之前已经听过了 左风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就将那青年平放在地上 然后开口问道 刚才听说你们这种门主 清传弟子 只有不到三十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能够操控 施魁的弟子 不是应该越多越好吗 那魁灵门弟子 冷视着左风 大有一副 誓死如归的气势 左风轻轻地拍了拍额头 说道 哦 差点忘了些事情 没关系 你先慢慢考虑 我的问题 我马上就回来 说完 左风也不管对方错愕的神情 就站起身来朝着那具 被自己杀死的 魁灵门弟子的尸体走去 毫不犹豫地 伸手从对方的脑后 将魂针拔了出来 那尸体神经质般地抽出了几下 就再也不动了 左风怪模怪样地向后躲闪了一下 自语道 怎么这些插了魂针的人 死了都会这么诡异 不过还好 我天生就胆量比较大 从那精之中 取出那个小木盒 然后将手中的魂针小心地放了进去 然后又回头 向逆风摊开手来晃了晃 逆风当然会议 顺手就将之前从另一只尸体头上拔出的魂针丢了过来 左风将其放入了盒中 然后才小心地将木盒收了起来 当看到左风将自己同伴脑后的魂针拔下之时 那另一名受伤的魁灵门弟子 也忍不住嘴角抽出了一下 左风随意地拍了拍手 然后又站起身来 到了那一具失去控制的尸馈旁边转了一圈 接着伸手轻轻在其身上 那具尸馈就立刻凭空消失了去 此时那魁灵门弟子也看傻了眼 之前他没怎么看清 左风是如何取出又收回魂针的 此时他却是清楚地看清了 左风是动用了储存类的秘宝 能够将这样一具尸馈放进去的 恐怕至少也是因为中平储金才能做得到 他原本的气势早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眼的绝望 能够拥有中平储金的人 绝对有着雄厚的背景 那样的家族或者势力最低 也是能和魁灵门平起平坐的存在 自己之前的威胁 在这少年眼中也只是个笑话而已 这名重伤的魁灵门弟子 咽了一下唾液 但真正咽下去的 也是自己口中的鲜血和沙石而已 喘了几口气 他就开口说道 我们都是从小被培养的 不过在练古七一级这道关卡时 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能够通过 所以也只剩下现在不足三十人的清传弟子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偷眼看着左风表情上的变化 生怕左风对于他的回答不满意 看到左风面上没有任何表情后 赶忙开口说道 我也是门主的清传弟子 只是我的尸馈 在之前的战斗中被毁了去 所以 我是真的了解内情之人 我刚刚所说 也没有半句虚言 左风轻轻点了点头 心中一动 就再次开口询问起来 他之前当着此人的面拔出浑针 就是让对方心生恐惧 之后 又当他的面动用了自己的纳金 也是让他对自己的身份有所猜测 最后也证明 左风的策略极为有效 本章完 第286章 乱起鸾城 小说 五逆焚天 作者 风橘子 眼前这名魁灵门弟子所说的话 与之前的人所说 并没有太大差别 不同之处 在于眼前这名青年 对于他们魁灵门的这次行动 了解的稍微多一些罢了 左风从这青年身上 倒是得到了一些其他信息 就是现在的鸾城内外 已经空前混乱 只是鸾城之内 还依旧保持着原本的繁荣热闹模样罢了 眼前这名青年 在那位炼鼓七八级的队长那里听说 此次除了他们魁灵门外 血狼帮和鹰煞帮 也都有着各自的行动 在这个地区内 就属他们三个势力最是强悍 而他们相互之间都在防备对方 所以魁灵门一出手 才会如此狠辣 勿要将此处的所有人除掉 才展开行动 而且青年人还介绍了刚才的笛声 却是魁灵门门主在召唤众人 而这笛声也代表了鸾城的拍卖会 已经结束 左锋表情木然地点了点头 随后又将魁灵门和他们这次行动的事 再次询问一番后 这才突然出手 将那青年脑后的魂针取下 这名青年几乎在毫无所觉的情况下 就被左锋以拔掉魂针的方式弄死 当青年看到左锋拥有储物秘宝的时候 也已经注定了其最终的命运 左锋并非属于那种极为残忍好杀之人 但是这些魁灵门的人 平日里的口碑也算是臭名远播 这种毫无所觉 甚至没有什么痛苦的方式 算是左锋对于他有问必答的一种补偿吧 左锋将其身上的物品 和之前杀掉那人的物品一并收走 这才转过身来 看向不远处 如死狗一般的柳性武者 略微思索了一会 就说道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此时那柳性武者从外表看去 和一般死尸几乎没有什么分别 见他没有任何反应 左锋就缓步向着那边走去 同时开口说道 看来你打算继续装下去咯 希望你不要改主意 左锋话音落下的时候 也是走到了柳性武者的近前 就在刚才左锋说话之时 那柳性武者的身体 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虽然这动作非常细微 却哪里逃得过左锋敏锐的观察 冷冷一笑 左锋的嘴角 就勾起了一丝残忍的弧度 将念力送入那经之中 很快左锋就找到了一包药伞 心念一动 那药伞就被左锋取了出来 将纸包缓缓揭开 露出里面淡紫色的粉末 这粉末 正是左锋当初刚到燕城时 购买的醒神粉 虽然在天平山内 为救师傅滕霄云时 用掉了一部分 但是还剩下了眼前这小半包 醒神粉的功效 主要就是 让人暂时保持亢奋状态 而这种药伞最初的作用 也是为了审讯之时 让被失行之人 保持兴奋 不会昏厥 左锋毫不犹豫的 就捏了一小点 狠狠地按在了 那柳性舞者后背的伤口中 这醒神粉的效果 倒是立竿见影 这药伞 原本也并非是为了疗伤所用 身体的亢奋 让柳性舞者 浑身立刻血脉喷张 原本已经渐渐 要止血的伤口 再次有着不少的血液 从其中流逸出来 原本细不可闻的喘息声音 突然变得粗重 这一下 再也瞒不住他现在的情况 滴滴地哼了一声 极不情愿地将头扭过来 此时柳性舞者连孔扭曲 因为左锋那一角 将他的半边脸兜记变形 所以他现在的脸 是真正的变了形 可即使如此 他依旧 还是怒视着左锋说道 你 你刚才是怎么知道 我要对你不利的 我除了用灵气治愈体内的伤势 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举动 柳性舞者之前 在和左锋交谈之中 不敢用此时的残躯与其对抗 所以就暗自运功 先让自己的伤势有所缓解 再行出手 可是左锋压根就没有 给他任何机会 狠辣的一脚 直接将他打得伤上加伤 左锋笑着一摊手 说道 我没有看出 你有任何异常举动 那你是 柳性舞者稍微一愣 就立刻问道 看你不爽罢了 你不要多想 左锋若无其事地说道 好像再和一位老朋友 闲聊 其他无关痛痒的事一般 柳性舞者尴尬地张了张嘴 心中怒火中烧 想要破口大骂 但是知道 现在自己的情况 也根本没有资格说什么 于是 嘴巴动了动后 却没说出半个字 好了 我现在就给你一点时间 不过骗小孩的把戏 就不要抖出来的 那样不止浪费了 你所欲不多的生命 同时还会让你死前 受到更多的折磨 那行吗 下面可以开始了 原本于姓舞者 还是那种极善口齿之力 可是听了左锋如此说话后 他反而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对方看上去 虽然像是十五六岁的少年 可是心智 却比那些二十出头的 葵林门青年 要强上许多 可是自己生存下来的 最后一丝可能 就攥在对方手里 他的脑筋也在不停地旋转 想要极力找到自己 可以在其手中活下去的可能 在这混乱之地 自古就有着一个传说 据说有曾有一名 炼神七的超级强者 最后在这片地狱之中作画 啪 清脆的巴掌 不偏不倚地打在 柳姓舞者受伤的脸上 左锋虽然出手并不重 但柳姓舞者 也被痛得差点断了气 一巴掌扇完 左锋才不急不缓地开口说道 说了骗小孩的把戏 就不要提起 如果真有那种处所 早就会被人搬空 而且 你要是知道线索 还能是现在这副德行 柳姓舞者此时 很想咬牙切齿地大骂 但是他现在半边脸 都几乎被打烂 哪那里还有什么牙齿给他咬 常常喘了口气之后 那柳姓舞者 就勉强开口说道 此时葵林门的人 倾巢而出 他门内必定空虚 若是我带着你去 啪 同样热辣的一掌 将将柳姓舞者的话打断了去 这提议乍一听起来还算不错 但根本经不起推敲 葵林门这样的大势力 就算高手进出 也不可能被人轻易抄了老家 而且 若是说 他们没有高手作证打死作风 都不会相信 柳姓舞者此时已经陷入了绝望 左锋轻轻叹息了一声 其实他对于这柳姓舞者也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他也只是暂时想不到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想要让这个鸾成地头蛇稍微启发一下自己罢了 见到如此 左锋也懒得在与他废话 表情还是那般木然 但是双目之中却是有寒光闪烁 柳姓舞者见到这眼神 慌忙大叫起来 我还有一个秘密 非常大的秘密 这秘密对你绝对有用 左锋原本缓缓抬起的手掌蹲在空中 冷冷地说道 那就将你所知道的秘密说出来 不过能不能放你一条活路 就要看你说的消息 究竟值不值回你一条命了 柳姓舞者勉强将头挺了挺 说道 刚才听你询问那几个人 我知道你 对于奎林门很感兴趣 而我知道的秘密 正是涉及他们 而且和最近混乱之地发生的大事也有关系 除非你能发誓 我说出秘密之后 留我性命 不然我情愿 将这个秘密带到下面去 看柳姓舞者的表情 并不像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好像也是真的知道一些什么惊天秘密 犹豫了一下后 说道 我平生从来不去乱启事 但是我可以保证 若你说的秘密 真如你刚才描述的那样 我保证不会杀你 柳姓舞者眼神闪烁 显然是在判断 左锋这番话 有多大的诚意 看到左锋一眨不眨地瞪着自己 眼神之中也丝毫没有躲闪 他这才轻轻点了点头 说道 好吧 那我就将这个秘密告诉你 胸口剧烈地起伏了几下 左锋看出柳姓舞者此时 虽然伤得很重 但是不知他用了什么秘法 竟然能够让伤口迅速止血 虽然没有出手探查 但左锋也敏锐地感觉到 对方体内的灵气运行 竟然开始慢慢地趋于平缓 这种现象让左锋不禁有些惊骇 他原本认为就算自己不动手 他多半也很难活下来 可是看着柳姓舞者此时模样 一时半刻之间还真的不会死去 他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后悔刚才的承诺 但是既然已经答应了对方 那就索性先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再做计较 柳姓舞者常常吸了口气 这才说到 其实 魁灵门和英煞邦 还有血狼邦 已经暗中联合 他们的目的是 为了这次鸾城拍卖会 或者说 连鸾城城主 也在他们的算计之中 我不知道 他们这三个势力 究竟是如何达成的协议 不过这次 他们明显是早有准备 就是要将今年拍卖的所有东西 瓜分干净 左锋漠然地听着柳姓舞者的叙说 但是心中却不禁冷笑 自己前段时间参加拍卖会 可是亲眼见到那些人在狗咬狗 如果说 他们已经联合在一起 这就太不合情理了 可是左锋刚刚想到这里 就猛地将眼睛睁大 同时在心中暗道 不对 并非是柳姓舞者说的有什么不对 而是他之前所思考的有所偏差 如果说 他们三个势力 已经联合在一起 他们必然要表现的 还像以往的敌对姿态才正常 若是连他都能看出 这几个势力关系转好 那么自然也不可能瞒得住 黎伤纳等人 不过这样看来 鸾成还真的有可能迎来一场大乱 而这乱象 恐怕会波及整个混乱之地 本章完 第287章 你请我愿 小说 舞逆焚天 作者 风橘子 柳姓舞者的话 让左锋陷入了沉思 而此时的柳姓舞者 也一言不发 表情显得有些忐忑地等待左锋的反应 他知道这些消息太过骇人听闻 但他所说的 也并非是自己胡编 正是因为听上去不像真的 所以他现在的心情才有些纠结 当初他和于姓舞者两人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才会紧赶慢赶的同时来到鸾成 明知道不能参加最后一场拍卖会 他们两人 依旧还是希望能够有机会捡到便宜 只是左锋在城门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两人和一群舞者的命运 他们两人当时想的是 城中的混乱 不知道会适合走向 但是城外如果出现混乱的话 他们这种久居于此的人 还真的有可能占到些便宜 经过短时间的权衡 他们两人就毫不犹豫地 追着左锋伴的女子 离开鸾成 现在想想 还不如坚持当初的主张 选择在鸾成内碰碰运气 左锋低头想了一会儿说道 你能够确定这个消息是真的 而不是有心人故意放出的一些烟幕 柳姓舞者露出一丝苦笑道 这消息 也是从我之前杀掉的艺人那里得到 你若是非让我去证实他的真实心 那宇直接要了我的性命无益 但是看到那些魁灵门的弟子后 我方才肯定 之前我说的都是真的 左锋此时非常有耐心 淡淡问道 这又是为何 刚才左锋问话时 两人都听到了 魁灵门的弟子 纸字未提 和其他势力合作之事 柳姓舞者不敢隐瞒 急忙说道 这混乱之地 说起来是在几个帝国的夹缝之中 按照地狱的大小上来说 并不如何宽广 但是想要将鸾成为个水泄不通 单凭一方势力 是根本办不到的 就是两个大势力 连骑手也还是有些勉强 不过这混乱之地 最强的三个势力联合在一起 这种原本不可能就成为了可能 你看到魁灵门的人 将这一大片区域占领 但是也最多是鸾成东面和北面 西面 蓝面却没有魁灵门的人 你说这样堵截商队 会有很大的效果吗 左锋不禁轻轻点了点头 这柳姓舞者的消息 听起来不太真实 但是经过这一番解释后 他也肯定了 这的确是很有可能是真实发生的 同时他也想起 自己离开夜灵后 夜灵内部就有诸多消息传出 当然这其中同样有真有假 不过那些听起来很真的 却都是假的 反而那些听起来不靠谱的消息 左锋却清楚地知道 就是事实 除了他们三方势力联合在一起外 还有其他 关于这次行动的细节吗 具体参与人数 舞者的等级 还有他们的主要目标都有哪些 左锋此番表现出的状态 明显是相信柳姓舞者所说 可是在听到左锋的问题后 那柳姓舞者 也是苦着脸摇头 道 小英雄其他的细节 我的确不清楚 就是我杀掉的那名舞者 也是机缘巧合下 得到的这个信息 好像他的一个远房亲戚 是英煞邦的外侍弟子 而他的亲戚 在一次酒醉之后 说漏了嘴 才让他知晓了这样的秘密 不过当时那个人听来的 也都是直言片语 之后 他通过种种迹象看出 这并非是他的亲戚酒后 胡吹大气 所以消息到我这里时 已经折转了几次 根本也不会那么的完整 柳姓舞者说完 就用那种期盼的眼神 看着左锋 这自然是在表达我知道的 已经尽数说完 你也应该兑现承诺 放我活着离开这里 放心 我既然答应了你 就一定会信守诺言 不过 我既无法证明你说的话 又如何能够兑现 留下你姓名的诺言 左锋露出了一个 狡黠的笑容 开口说道 那柳姓舞者 面色微微一变 立声说道 你难道要不遵守约定 我既已将如此大的 一个秘密告知你 现在 你又以这么牵强的借口抵赖 亏你之前还大言不惭地说 自己定然守目 左锋笑着摇了摇头 道 非也非也 我既然说了 会遵守约定 就必然不会自视其言 当然 我们可以证明 一下你所说的话 假如你的话 的确都是真的 那我必然不会 取你的性命 反之我取你的性命 你也不应该有任何怨言 柳姓舞者 一脸不解地看着左锋 好一会儿才突然说道 你他妈的 这不还是在耍我吗 你怎么证明 难道让你 去将鸾城周围转一圈回来 才算是证明吗 到那个时候 不用你动手 我都会死在这里了 左锋表情微微一寒 说道 把你的那张臭嘴 给我放干净点 若是再让我听到 你口中吐出半个脏子 我不介意让你尝尝 什么叫生不如死 说着 左锋的目光 就向着柳姓舞者的后背落去 那柳姓舞者也不是傻瓜 立刻就想起来 左锋之前涂在那里的醒神粉 身上不自禁地打了个哆嗦 他丝毫不怀疑 左锋还有更加狠辣的手段 口气稍微缓和了一点 但还是显得很不满 说道 那你说说看 你要如何证明 我说的是实话 如果时间耗费的太多 与你亲手杀死我也没有什么不同 左锋此时的脸上 再次洋溢出灿烂的微笑 柳姓舞者不解地 看着左锋等待他的答案 远处的小瘦逆风 却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他最明白 左锋这种笑容 绝对不是想着什么好事情 左锋缓缓开口说道 其实也还真有个办法 能够验证你说的是否属实 虽然这办法 多少有些痛苦和危险 但是绝对会在短时间内 得到我想要的答案 当然了 我也并不想强迫你 所以还是要你自己做出决定 柳姓舞者越听越是害怕 但是想起自己现在的这副样子 除了接受左锋的提议之外 哪里还有其他选择 左锋见到对方勉强地点头 脸上的笑容也更剩了几分 缓缓将手抬了起来 举到柳姓舞者的面前 手掌缓缓展开 露出了掌心一枚晶莹剔透的真心物件 刚才左锋拔下魂针时 柳姓舞者根本没有看到 所以他现在也是 一脸不解地看着左锋 可是还没等左锋开口解释 逆风的声音 抢先传到脑海中 你这家伙也太狠了一点吧 你这分明是想用这老小子 来给你做试验 还偏偏要说验证对方的话 我真是对你佩服的五体头地 左锋偷偷瞪了逆风一眼 但是表情上 还是那样一脸和煦 此时若是从旁看去 左锋此时倒很像个穷凶极恶的土匪 那柳姓舞者 反而像个温顺的羔羊 这是一种能够和精神 还有脑海达成联系的物件 它能够帮助 我了解你脑海中的一些想法 不过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些痛苦 但是我却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了解 你说的到底是否是实话 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在商量 一切都看你的意愿来 左锋的话说完 柳姓舞者的脸已经变得难看至极点 若不是刚才左锋有警告在先 他现在可能已经破口大骂 问候左锋的祖宗八代了 这哪里是什么商量 如果不用这个办法 就算不动手 自己也撑不了太久 这分明就是逼着自己 自愿接受 他对自己脑洞大开吗 犹豫了一会儿 那柳姓舞者才机遇泪奔地点了点头 左锋见此 当然是心中欢喜 他本来早就已经明白 柳姓舞者说的话不假 但是他却是必须要借这个机会 尝试研究一下这魂针 之前 他从第一个杀死的 奎灵门弟子的脑中 通过魂针 读取到了大量的记忆碎片 但那魂针本身就是那青年脑中 一直酝氧之物 若是将一根魂针 插入别人的大脑 自己还能不能继续读取 脑海中的记忆和思想 就只能亲自试验之后 才能知晓了 左锋原本想要找个合适的机会 慢慢地去研究这魂针 可是没想到才转眼他就发现 这柳姓舞者 正是自己要找的合适之人 这柳姓舞者 平时坏事做尽 并且当初追杀自己 还意图劫财 劫色 这种人死不足惜 拿来做试验 是再合适不过的 当然 左锋飞了这么半天话 就是想要让这家伙 自愿让自己 读取他脑中的记忆 因为现在 他还在尝试阶段 精神 念力这种东西 和灵魂紧密相连 若是稍有差池 对自己的影响 将会非常严重 所以 左锋必须要让对方 全无戒备下来试验 当然 这种试验 毕竟是读取对方脑中的信息 对于柳姓舞者来说 危险将大得多 所以 左锋现在才让对方自愿来做 这样 他也不会食言而肥 同时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也是他一箭双雕的主意 柳姓舞者目光警惕地 打量着魂针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误实 可即使如此 当他联系起左锋之前的话后 他还是很警惕地问道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能够读取我脑中的记忆 左锋黑黑一笑 说道 真话我不会说 假话估计你也不想听 若是你准备好了 我就开始吧 你不是时间很宝贵吗 柳姓舞者看着左锋 极不可耐的神情 心中不禁暗叹 好像时间宝贵的不只是我自己 这小子看起来也是一副猴急的样子 这一次 我是注定要栽在这小子手里 只希望我负大命大可以侥幸活下来吧 心中暗自叹息了一声 那柳姓舞者 就索性将双眼一臂 任由左锋对他做任何事 左锋嘴角微微勾起 食指和中指轻轻掐着魂针 手腕一翻 就向着柳姓舞者脑后的预诊学刺去 本章完 第288章 脑海探险 小说 五逆焚天 作者 风橘子 在左家村之时 左锋有整整一年的时间 跟庄宇学习古法混要之术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治病救人之法 这其中的一个基础 就是认学 当初左锋在得到融魂功的时候 甚至不清楚 这到底是一门什么功法 也没有任何心法和口诀 只有那些带着电流的灵气 会顺着几条特殊经脉和翘学运行 当时 他就是凭借对经脉和翘学的深刻认知 才得以将融魂功 一步步休息到今天的境界 此时 左锋面对柳姓舞者 都不需要用手触摸确认 单凭一双肉眼 就可以清楚地辨别出 预诊学的所在 手掌中没有任何的灵气 但是却蕴含了极为庞大的念力 他几乎将念海之中的三分之一念力 都调用了出来 好应付一切突发情况 如此庞大的念力调用 让左锋念海中的三根念丝 直接消失了一个去 这念丝就转化为了精纯的念力 运转到了握着魂针的手掌之中 为了安全起见 之前在与柳姓舞者交谈之际 他就在暗自调动念力 将掌中这枚魂针上的精神力 剔除掉 这魂针是他最后杀死的 魁灵门弟子身上获得的 原本上面还存留了一部分精神力 不过在左锋的细心加工之下 现在也彻底变得非常纯净 魂针插入柳姓舞者的后脑之时 极为轻松 也不知道柳姓舞者是真的心甘情愿 还是他现在 已经彻底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魂针插入之后 左锋也不废话 直接将凝聚在掌中的念力输送出去 这预诊学位于后脑处 既是精神力最为多的地方 同时也是舞者最为脆弱的一处地方 据说达到恋神期的舞者 也并非没有弱点 脑后的预诊学 对于他们来说 同样至关重要 念力顺着魂针 缓缓进入对方脑中 此时在魂针上方 就有着一片庞大的空间 那股念力 就像左锋自己的眼睛一般 清楚地看到了一片 略显混沌的星空 这星空看上去广袤无垠最远处 也是一片黑暗 看不到边境 但左锋知道这就是人的大脑 他当初在孕育念力的时候 意识就是在这样的广袤星空之中 完成了蜕变 成为了念力 这也是左锋首次观察一个活人的大脑 同时也是他首次探寻精神力和人脑的联系 一种兴奋和刺激的感觉 油然而生 那些念力在此时缓缓压缩 慢慢开始变形 能够隐约看出 这念力是在幻化成一个人影 时间不大 那人影的头和四肢都变得清晰起来 仔细看去赫然与外界手捏魂针的 左锋一模一样 念力幻化而成的左锋须影 慢慢扬起头来 看向那无尽的星空 身形轻轻一晃 向着那漆黑的星空 缓缓游荡而去 在这个过程之中 左锋十分小心 对于周围的任何一点点变化都没有错漏 忽然之间 这脑海之中就有着一道道闪电划过 说是闪电 其实也只是图具闪电外形的一股股能量罢了 与左锋体内真正的雷霆之力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这闪电 好像是从星空深处而来 刚刚出现的时候 还只是细小的电弧 但是这些电弧 却是快速融合 很快就变成了粗大的雷霆 这些好似雷霆般的白色能量 带有着浓重的精神力量 看似缓慢 但是眨眼之间 就来到念力所化的左锋进前 这虽然是一个虚影 但是却能够看到 此时这虚影的脸色极为凝重 同样在外界闭目不动的左锋 也同样面色凝重 容不得左锋有其他应变 一道粗大的电弧 就狠狠地劈了下来 没有办法 左锋只能举手格挡 那粗大的精神雷霆 和左锋的虚影碰撞在一起 外界和脑海中的左锋 同时身体矩阵 那左锋虚影 被轰得倒飞出去一段距离 而外界的左锋 此时的嘴角 也有着鲜血流出 这与左锋开始想的完全不同 之前他认为 念力既然是超越精神力的更高存在 那应对方的精神力 根本应该伤害不到自己才对 但是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还没等左锋反应过来 那漆黑的星空之中 就立刻有着电弧出现 并且也是快速凝聚成雷霆 向这边飞速而来 左锋面色一变 已经在考虑 是否就此退出柳性舞者的脑海 不过他也清楚 若是现在退去了 以后再要找到如此好的机会 将会很难 所以 左锋还是硬着头皮流了下来 同时将双臂同时举起交叉户在身前 迎击向那飞快来的巨大雷弧 一声闷响 仿佛在左锋的那炸响 左锋这一次仍然是狼狈地倒飞出去 看上去好像比之前那一击 还要严重的样子 左锋稍微一愣 就突然反应了过来 那坐在外界的真身 和在脑中的虚影同时开口 大声喝道 老小子 你需要跟我玩花样 你竟然都自愿让我来探查你的脑海 现在如何又全力阻止 难道你不准备让我留你一条活路了不成 声音落下 漆黑的星空陷入了无边的寂静 左锋却是脸色难看地盯着那黑色星空 好像有着怒火将要喷波而出 好一会儿 那柳性舞者却是开口了 声音却是在漆黑星空之内响起 小兄弟误会了 这也并不是我能够控制的事情 好像你进入我脑海中后 我的意识就会对你自主抵抗一般 哼 左锋并没有相信柳性舞者说的话 不过看柳性舞者的样子也根本不在意自己是否相信 可是让左锋就如此退却 他还是心中有着不甘 原本性格之中的倔强在此时显露了出来 左锋的鼻中发出了一声怒哼 那虚影身形一晃就向着斜上方飘飞而去 星空之中立刻有了变化 一丝丝细小的雷弧产生 迅速凝结在了一起 而且 这雷弧越来越大比之前的两根雷弧还要大上许多 在这雷弧形成的瞬间 外界闭目不动的柳性舞者却是脸上献出一丝冷笑 而左锋与他的虚影却都是一脸的坚硬 那雷弧没有任何停顿的飞快袭来 眨眼之间已经到了左锋的境前 左锋同样挥起双臂想要阻挡 不知道是否因为想要将力量都击中在虚影手掌上的缘故 此时虚影的其他部分变得更加淡化了一些 可是他的那一双手却是凝实了许多 也就是在此刻 那雷弧也来到了左锋镜前 巨大的轰鸣和碰撞声并没有出现 外界的左锋和柳性舞者同时愣了愣 那柳性舞者的脸庞上闪过一丝惊锯 而左锋的脸上却是有着一抹喜色闪现 只见黑色的星空下 左锋的虚影正将那巨大的雷弧抓在手中 任那雷弧如何奋力挣扎都无济于事 那雷弧挣扎了半赏之后 见到根本无法从左锋的手中挣脱 那虚空之内立刻传来了柳性舞者的声音 小英雄不要误会 这些都不是我自主控制的 不过请你千万不要伤害那雷霆 我愿意彻底将心神放开 任你观看 左锋却是表情一愣 眼中划过一抹狠力 他早前就发觉不对 若是说这雷霆是无意识出现的 怎么会一次比一次威力还要大 而且之前自己明明向后退却 那雷霆依旧疯狂来袭 这分明是柳性舞者在暗中使唤 哼 晚了 左锋的话音落下 那虚影变得更加透明 而两手却是随之变得更加凝实起来 伴随着一声惨嚎声 那银白色的雷霆被左锋声声撕成两半 同时左锋还张开大口将手中的一段雷霆就那么吞了下去 而那柳性舞者的哀嚎和求饶的声音也随之变大 左锋也分不清到底是外界那位在嚎叫 还是在星空之中的他的意识在惨嚎 不过这些对于左锋的关系也并不太大 因为他此时已经毫不犹豫地将剩下的那半截雷霆同样给吞了下去 之前闭目不动的柳性舞者还一脸的冷笑 可此时脸上除了极度的痛苦 就是争鸣与恐惧相混杂 之前他还能感受到左锋化身的虚影在自己脑海中 只要自己心念一动 就能够酝酿出庞大的雷霆向其攻击 他现在虽然受制于人 但也感觉这是自己的一个重要机会 这真是穷心未尽色心又起 刚才他还在极力求饶 祈求左锋能够放自己一条生路 可是一旦见到自己有机会抢回主动 他立刻又惦记起左锋身上的宝物 左锋并不是愚钝之人 当第三道雷霆凝聚之时 已经看出了对方前两次只是在试探自己 这第三道雷霆绝对是花了大力气 勿要置自己于死地 左锋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只能勉强硬拼意图 若是这次没有阻挡住 最多也就是受到点伤害 不过他还是有信心全身退去 现在倒是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在左锋吞下了这第三道雷霆之后 他感觉整片黑色星空都真正的沉寂下来 甚至那点点星光都变得灰暗起来 左锋感觉现在是时候了 于是念力虚影就毫不犹豫地再次向前飘飞而去 可是左锋却没有发觉 他吞下去的雷霆仍旧存留在虚影之中 只是暂时与那柳性舞者切断了联系而已 很快 左锋的身影就来到一处透明的薄膜之前 而前方已经能够看清那点点星光之内 有着许多画面在不断转动 左锋知道这些画面应该就是那柳性舞者的记忆 毫不犹豫地狠狠将手插入透明薄膜之内 这薄膜也算得上结实 左锋几乎动用了刚才撕裂雷霆的力量 才将薄膜撕开一个小口 本章完 第289章 过往经历 小说 五逆焚天 作者 风橘子 看上去薄如蝉翼的透明薄膜 入手处却是坚韧异常 左锋甚至感觉像是将手插入铁板之中一般 运用了全部的力气 甚至将虚影的念力都集中在两条手臂 这才生生将那薄膜破开一个带口大小的洞 最让左锋感到郁闷的是 这个洞口并非像是一般死物 而是能够自主地愈合 眼看着洞口在不断地缩小 左锋略一犹豫 就向着洞口钻了进去 洞口虽然非常狭小 但是现在的左锋却并非是实体 而是由他的念力组成的一种意识投影 他的虚影略微扭曲了一下 就缓缓地压缩变成了细长的模样 瞬息之间就钻入到了透明的薄膜之内 一进入这薄膜内的空间 左锋就感到阵阵刺骨的刚风迎面袭来 让他这由念力构成的虚影有些摇晃 左锋赶紧将拉成细长的虚影再次压缩 变成了一个比之前更为瘦小的虚影 只是这道虚影看上去更加凝实了一些 这些刚风倒并非像之前的雷霆那般 能感觉出这完全是一种舞者脑海中的自主防御 虽然有些难受 但左锋依旧还是能够忍受 回头冷眼看了一下 那正在闭合的洞口 左锋这才身影晃动 缓缓向前飘飞而去 虽然有过一次探查脑海的经历 不过这与之前 那名炼骨七四级的奎灵门青年不同 当时那名青年已经生死 脑海中自然也没有了什么抗力 而且当时那魂针一直就存在于青年的脑中 所以左锋的念力探查可以说是毫无阻碍 而眼前这柳性舞者到现在为止 还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左锋所画的虚影向前飘飞速度不急不缓 视线却是在空间中不停地游荡 细细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左锋终于明白 以前看过的大陆一文中 有着对于人脑就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和宝库的说法 眼前所看到的也的确像是一个自主的空间 这里可以无视外界的法则 没有重力没有实体 但是在这空间之中 却仿佛有着自己的规则存在 左锋一边小心地警惕着四周 就向着与自己最接近的一颗星辰飞去 虽然说是星辰 可是当左锋飞近了一些才看出 那就仿佛是片晶莹的水晶镜面 只是其中无法映射出自己的投影 而是不断地有着画面在流转 左锋来到这块水晶之前 缓缓将手探出 让左锋有些意外的是 这看似和瘦盒一般结实的水晶 表面却是若流水一般毫无阻隔 手掌几乎在触碰到水晶的瞬间 就直接插了进去 之前的透明薄膜看似柔弱 但实际上却是坚硬如同磐石 这种怪异的反差也让左锋心中大齐 虚颖的手掌在探入水晶之中的瞬间 一张张画面就像镜面投射的镜像版出现 只是这画面在不断加快 最后就如同真实的影响般出现在左锋的眼中 而且还有着画面内的声音也一并传递过来 一名相貌略显阴冷的少年 穿着破落的衣衫在寒风雪雨之中瑟瑟发抖 周围的建筑显得有些破落与陈旧 但左锋依稀能够辨认出 这就是乱城以前的模样 可以想象这就是当初那座乱城 少年人蹲在一处小巷内 警惕地打量着周围 因为饥饿脸庞显得瘦弱蜡 目光时不时地落在远处一扇房门 神态上也显得有些焦急 突然之间那房门打了开来 一名肥头大耳的中年男子从门内走出 手上拎着一只木桶 木桶摇晃 能够看到里面是人们吃剩的饭菜 少年人在看到那木桶的时候 双目之中就有着喜悦闪现 搓着小手向前气气挨挨地走去 那肥头大耳的男子将木桶放下 就转身返回屋内 少年急忙扑了过去 抓起桶内的残羹剩饭 就往嘴里塞去 可能是因为一次塞得太多 少年的脸都憋得通红 却硬是咽不下去 就在这时房门再次打开 只听到那肥胖男子嘟囔着走出 差点忘记了 我的阿黄还没有吃东西 咦 又是你这小兔崽子 竟然还赶到我这里来 那肥胖男子出门之后 很快就看到了趴在木桶边的少年 二话不说 抬起脚来就将少年踢飞了出去 少年原本的含在口中的食物 也被一并打了出来 那肥胖中年人冷冷地瞪了少年一眼 随后就打了一个呼哨 做完这些 那肥胖男子就冷笑地说着 小野种 告诉不让你再来 下次看到 直接将你喂狗 狗叫声立刻响了起来 那少年一脸惊恐地瞪着中年男子 可是在听到狗废之声后 只能不舍地看了一眼那桶中的剩饭 拔腿就跑 此时 一只如同小马一般的黄色大狗 从屋内冲出 一眼就看到了少年 黄狗十分凶恶地追出了一段后 才反身回到了那木桶边 大快躲移起来 少年此时已经跑远 但还是能够远远看到那黄狗 将木桶中的食物吃光 少年人只能低着头 不甘地离开了这里 那瘦小干瘪的身影 最终投入了到风雪之中 看到这里 左蜂也能猜得到 这应该就是柳姓舞者少年时的经历 看现在鸾城的模样 倒的确 比这以前的乱城要强得多 而黎伤治理的也着实不错 画面转动 那少年人再次出现 这次他出现在了一个肉摊旁边 一名星号星号上身的男子 正转身忙碌着什么 少年人飞快地窜过去 将砧板上的刀和肉一并抓起 转头就飞也式地逃了开来 下一个画面 就是那少年出现在了最早的小巷子里 肥胖男子依旧是拎着木桶 从那扇门内走了出来 可是他还未来得及将木桶放下 那少年就突然从鞋刺里冲出 杀猪尖刀 正中肥胖男子的胸口 少年人下手毫不留情 又多扎了一刀 才退江开来 肥胖男子重重地摔倒在地 看样子还没有立即死去 挣扎得 想要大喊出声 那少年也是有所察觉 狠狠一刀 就从肥胖男子的腮部降刀再次插入 并且转动刀柄 将口内的舌头搅个稀烂 少年人冷冷地看着肥胖男子 在地上痛苦地挣扎 脸上反而洋溢出了笑容 好像想起了什么 那少年人举起手中的刀 狠狠地将肥胖男子的手脚砍掉 之后 又将那一桶盛汤盛饭 扬在男子的身上 做完这一切后 少年人冲着肥胖男子冷冷一笑 就鼓起两腮 学着男子之前的样子 使劲打了个呼哨 狗沸声响起 男子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少年人的意图 少年人迅速逃开 但是却没有走远 而是听在墙角观望着这边的动静 只见那巨大的黄狗 从屋内冲出 一眼就看到了 男子那一身的残羹剩饭 也不犹豫 就那么大嚼起来 远处的少年看着这一切 听着肥胖男子 哼哼唧唧的惨叫声 小手不知是因为兴奋 还是恐惧在不断颤抖 画面就再次停顿下来 左锋如同空气般的存在此处 将这个发生在 柳姓舞者幼年时的故事看完 心中也不禁有些感慨 若是将自己放在这少年的位置上 是否也会变得同样如此疯狂和暴力 不过左锋也永远不可能知道答案了 将手缓缓抽离出来 左锋就转身向着另一处水晶飘飞而去 左锋却没有发觉 在他离开之后 那水晶变得暗淡无光 其中的画面也显得模糊不清起来 当左锋来到第二个水晶前时 同上次一样将手伸入到水晶之中 不过这一次的少年已经变得高大起来 看上去是那种接近20岁的青年人模样 他与三名年龄相仿的青年站在一起 四个人分作两组在比武切磋 看起来应该是同门师兄弟 忽然一名16、17岁的少女出现在画面之中 这少女算得上姿色不错 白皙的肤色高挺的小鼻 一双漆黑如墨的大眼闪烁生辉 几名青年人同时停手 此时柳姓舞者已经成为青年 但是脸上依旧带着少年时的阴冷 当他看到少女之时 双目之中显出了一丝贪婪之意 而少女来到此处后 就向着另一名青年走去 并且拿出毛巾 为其擦拭脸庞的汗水 另外两人都是眼带羡慕 只有柳姓舞者面无表情 双目之中射出了极恨之色 就在此时 一名面貌雌和的老者笑着走出 同时大声宣布了 将少女许配给那名青年 其他两人虽然面露苦笑 但还是上前与二人道贺 只有柳姓舞者 没有任何表情 看不出他有任何情绪 画面忽然跳转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当众人全部睡去之后 柳姓青年从床上爬了起来 悄悄走到了院落之中 用火将一个小纸包点燃 这小纸包燃烧之后 就有着浓烟冒出 转眼之间 就将整片房射笼罩 青年人在点燃那包药伞的同时 也将一包早前准备好的药伞浮了下去 当他再次返回屋内的时候 床上的三名青年已经醒来 不过他们的身体僵硬无法移动 看着走进屋内的柳姓青年 有人怒骂 有人求饶 但最终 三人都难逃被他杀死的命运 做完这些青年人 就转身来到了院落中的正房所在 推门 而入的时候 正瞧见那面色慈合的老者 勉强支撑着站在床边 只是老者的身体不断颤抖 显然是有些支撑不住 老者看到进来的是柳姓青年 不禁一脸的错愕 和不敢相信 本章完 第二百九十章 精神宁寿 小说 五逆焚天 作者 风橘子 那老者想要抬起手来 努力了几次 最终还是无力地垂了下去 老者此时的脸上写满了不敢置信 最后开口说道 你当初流落街头衣食不饱 被人欺凌朝不保夕 我瞧着你 可怜将你收留在身边 传授你一身的修为 你可知道 这些弟子中我最看重的就是你 柳姓青年 脸上略一抽搐 就大声说道 少在我面前花言巧语 你最喜欢的就是师兄 什么你都偏向师兄 甚至将师妹也许配解了他 你难道不知道我一直喜欢师妹吗 老者的脸上显出了一丝黯然 缓缓说道 我虽然是你们的师父 可是我不能左右一个人的心 你师妹从小就喜欢你的师兄 而你的师兄也喜欢他 你另外两个师兄弟 哪个不是对你师妹有爱慕之心 但我必须要遵从 你师妹自己的选择 胡说 师妹他明明就是喜欢我的 就是这老家伙从中作梗 生生将我们两个人拆散 老者摇了摇头 苦笑着说道 我知道你自小吃了很多苦 所以有的时候 你的思想偶有偏激 我都没有太过在意 但没想到你 竟然如此不小失礼 柳姓舞者 已经没有耐心 再继续听下去 此时他的脸上 已经浮现出了猙獰之色 缓缓将手中的短剑举了起来 向着老者走了过去 此时的老者脸上 有着失望和悔恨 但是他却没有任何其他的动作 而是缓缓将双目闭上 脸上渐渐浮现出了一抹淡笑 仿佛是在自嘲一般 柳姓舞者稍微一愣 但眼中立刻就再次露出凶光 一剑向着老者的心口刺去 不偏不倚地刺在老人的心房之中 柳姓舞者将自己的恩师杀死 又将房中的各种财物 和师父随身的短剑一并收走 这才迈步 从房间之中走了出来 接着就向着东北角的院落走去 这小院位置虽然偏僻 但是院中的花草 却是打理得井井有条 能够看得出来 住在这里的人 应该是个极为细心之人 柳姓青年静止穿过院落 来到礼屋 很快就从屋中 传出了女子惊怒的喊声 开始还是大声的怒骂 但很快就变成哭泣和求饶声 最后变成女子声嘶力竭惨嚎 这其中不时还有那柳姓青年的吟笑声 夹在其中不断传出 此时的左风 已经有压不住火气 他没想到 这柳姓青年 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虽然知道了 这柳姓吾指尔时遭遇了诸多坎坷 但这绝对不能 是他胡作妄为的借口 而且如此暴行 简直与禽兽无异 甚至于都不如一只野兽 对自己的师父以怨抱得 对同门残忍杀害 最让左风不能容忍的是 他竟然像野兽一般的 对待口口声声说 最爱的女人 就在左风极度愤怒的时候 周围的空间突然一阵波荡 能够感觉到 周围的刚风变得猛烈许多 原本那由精神力组成的刚风 就凛冽刺骨 而此时更是变得有些狂暴起来 让左风的身体 都从那一块晶莹镜面前吹拂开去 左风往后倒飞了一段 不禁警惕地 观察着周围的变化 不过左风猜测 这并非是那柳姓舞者在操控 这好像是他的脑海之中 自主地抗拒这段过往 被人窥视到 恐怕就连他自己 都是羞于见到这段过往 左风留心观察了一下 接着就再次转身 向着另一块镜面飘去 好像是因为 左风之前窥视了他脑海中 一些极为特殊的一段过往 让这里的环境 也跟着发生了改变 那些刚风 始终围绕在左风的周围 不断吹拂 若是左风选择后退 刚风就会随着变小 反之那刚风就会增强 左风略一犹豫 就低哼了一声向前冲去 若是换作没见到 那两件事情之前 左风可能还会就此退去 可现在他 哪里还管其他 直接顶着巨大的刚风 就向前冲了过去 左风感到周围的温度 随着他的前进在不断下降 终于在他要接近 另一块镜面的时候 周围的黑暗之中 突兀地传来了 凶猛的售吼之声 这声音 好像从旧有地狱之中响起 直接传递 进入到了左风灵魂之内 接着 一只灰黑色的巨兽 就从黑暗之中 缓缓显露了出来 一条细长的腿上 密布着尖锐的汗毛 这长腿出现的瞬间 左风就感到有些熟悉 但是他却没有工夫理会 这是什么动物 而是全力观察 这巨兽是从哪里出现的 这巨兽 看似像是从黑暗之中钻出 但左风凝神细查之下发现 这巨兽 竟然是由这片黑色的空间 所凝聚而成 更准确的来说 是从那透明的薄膜凝聚而来 很快 第二根细长的腿 就从黑暗中凝聚出来 当左风看到 这第二根长腿的时候 他就已经看出了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怪物 这竟然是一只 由精神力凝聚出来的 巨大蜘蛛蜘蛛 只是这蜘蛛 要比普通的蜘蛛 看上去更加恐怖 与左风此时的虚影比较 那就是一头庞然大物 左风心中一动 暗自猜测 这就是柳性舞者灵魂本质的投影 那凶残的蜘蛛 也代表了他整个的内心 虽然左风此时很想退出去 不过那蜘蛛 正是从自己所来的方向凝聚出来的 若是贸然逃走 恐怕还没有离开 就会受到那蜘蛛的攻击 这蜘蛛凝聚的速度非常快 后面的爪子和一颗稍显小一号的兽头 也紧跟着显现而出 这蜘蛛凝聚出来的瞬间 目光就凶狠地盯住了左风 口中还不时有着狂暴的吼叫声传出 此时左风反而有些疑惑 看到如此凶残的蜘蛛 可他的嘴上却是光秃秃的 与自己以前见到过的蜘蛛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就在左风有些纳闷之时 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中 也突然躁动不安起来 低头看去 左风不禁大惊失色 之前被自己吞下去的 那掰成两截的雷霆 此时正在满满地变化成两只巨钳 他这才明白 原来这野兽少掉的那部分 就在自己的身体中 左风的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如此恐怖的巨钳 就在自己的身体中 若是对方向自己展开攻击 那么自己岂不是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虽然情况十分危急 但左风在此时却变得更加冷静 这是他在无数次遇险后 培养出来的沉稳星星 眼中突然一亮 左风就似乎想起了什么 猛然用手向着自己的身体之中抓去 接着就看到自己的手掌 竟然穿过了身体 直接抓住了一只正在变化中的巨钳 左风也是灵机一动 想起了自己此时是由念力的虚影所化 所以身体也理所当然的 可以直接穿过 这一只巨钳被左风拉出体外 随后就像有着生命 一般要挣脱左风的手掌飞走 左风自然不会放弃离开 将浑身的念力再次压缩到手掌处 狠狠地对着手中的巨钳砸去 那看似坚实无比的巨钳 竟然在左风全力一击之下 产生了裂痕 同时那只巨大的蜘蛛 也发出痛苦的大吼 左风眼前一亮 将念力再次凝聚 一停不停地向着手中的巨钳砸去 几下之后 那巨钳就被左风击碎了去 化作点点晶莹的粉末 消散开来 左风看着如粉尘般的细小颗粒 却是心面一动 张开大口猛力地吸了一口 那些飘散在空中的粉尘 如同长津吸水一般地 再次回到了左风的身体中 不过这一次 这些粉尘却是快速地 融入到了左风身体各处 左风感到身体中 传来了阵阵的舒爽之感 不过另一只巨钳 却是趁着左风全力吸取 这些粉末的空荡 猛力地一震 就从机体内飞了出来 这巨钳快速地来到蜘蛛的嘴边 一只巨钳在嘴边 看起来很别扭 左风瞥了一眼这只巨型蜘蛛 脸上的神色却没有转好 虽然击碎了一只巨钳 可是这蜘蛛的身体如此庞大 自己想要对付 恐怕还真的会很困难 但是现在 除了拼死一战 再没有其他办法 自己虽然是念力所化的虚应 但是和自己的灵魂和脑海 却是相连的 虽然现在自己的手 可以随意穿过自己的身体 那也是因为 原本就就是一体的缘故 若是那巨型蜘蛛 破坏自己的身体 那绝对会是一种 接近致命的损伤 可是刚才的碰撞左风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从本质上来说 还是比那蜘蛛要坚韧许多 可能这就是念力 与精神力的差别吧 但是这蜘蛛的身体 也是极为强悍 这可能 与现在所在的环境 就是柳性舞者自己的大脑有关 此时那巨兽已经缓缓靠近过来 那细长锋利的爪子 也举了起来 左风现在可以肯定 这就是柳性舞者自主的意识 在操控着这只巨兽 不管怎样 他现在必须要将其杀死 才能从这里 安然脱身而去 越是在这种危机关头 左风越是告诫自己 必须冷静下来 同时在不断思考 怎样能让自己的力量 更大更锋利 忽然他就想起了 自己之前每次力量提升 都是将自己的念力凝聚 让自己的身体不断缩小 就在那细长的瘦腿 向左风横扫而来的同时 那左风的虚影 也缓缓地露出了一丝笑意 虚影在迅速缩小 随着不断缩小 虚影反而开始 变得更加凝实 缩小的速度 非常快几乎在眨眼之间 左风的念力 就变成了发丝一般的 大小的银灰色丝线 这丝线 就是原本漂浮在 左风脑海中的念力 左风从当初 郁郁出念力的时候 在念海之中 就是眼前的形态 本章完